好,我想我們差不多開始了 這段演講是萊豬的氣象機器人吧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TrackBot 然後它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我是如何實現氣象機器人這個TrackBot 以及我的氣象資料是怎麼處理 還有它一些功能的介紹 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劉安琪 網路上的ID是微中指 英文的話是Tiger Cosmos 然後我現在念生機器大四 然後我還蠻喜歡開業的 然後我的專長是研究瀏覽器 然後我喜歡打網球 然後我蠻喜歡寫文章 然後我也蠻愛看動畫 然後我現在在Clau Mosa當intern 那Clau Mosa也是一家做瀏覽器的公司 所以其實我的生活與瀏覽器齊齊相關 那這段簡報我有放在底下上 如果大家想要邊聽邊看的話可以上去看 然後就在我的ID然後加上Costcard和2.18上 那我繼續 那談談我們是什麼查天氣的 因為既然是氣象機器人嘛 那我們總要知道我們平常是什麼查天氣大家一起 為什麼我會需要做一個氣象機器人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手機APP 那我們在App Store或是Google Cray上面 查一下天氣 我們就看到一堆氣象APP 那它的界面可能就會長得像這樣 這是我手機的APP 那其實不同款的氣象APP 大致上給的資訊差不多 界面也不會差太多 然後或是你也可以直接Google Google你就直接打說我要哪邊的天氣 它就告訴你啊 就會有溫度啊 然後以及一週的預報 或者是一天的溫差變化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上中央氣象局網站查 那中央氣象局網站 在台灣的氣象資訊裡面是最完整的 那這邊推薦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網站 是天氣地圖 那做的是吳正賢 那他把氣象局的資料轉化過 那變成我覺得視覺上 我們看起來更舒適的樣子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中華就是 Hey Siri 我就問他說 我可以問他說 欸你會天氣多少 他其實可以告訴我 然後問他北京天氣呢 他也沒問題 但是據說狀況 我問他設定空氣怎麼樣 他跟我說他不知道 那我後來研究了一下 其實Siri在台灣地區的空氣狀況 他全部都不知道 那我猜是Apple沒有針對台灣這個區塊去見資料庫 所以他都查不到 那我們剛剛提到那麼多查天氣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地做TRAPBot來查天氣呢? 我覺得TRAPB有幾點不太一樣 第一點是當我們想要知道比較特定的氣象資訊 比方說我想知道氣壓是多少 當然一般人可能不會想知道 但是就是有人想知道嘛 那想知道氣壓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有兩種途徑 一個是直接Google一個是直接上卓陽氣象局網站 但是這樣都挺麻煩的 因為我要先經過一個轉介 然後我才會得到資訊 那一個TRAP好處就是說 我直接問你 然後TRAP直接告訴你 就是一個問一個答 我就得到資料 所以他還滿方便的 在特定資料的時候 再來就是現在這邊有一個情境 比方說我跟朋友在聊天 我們是一個群組我們在聊天 我們可能討論說 我們周末要去出去玩 那我們現在去陽明山 那我不知道陽明山天氣怎麼樣啊 假設這個群組有四、五個好 四、五個都在討論說 我們明天要去陽明山玩 那這時候大家都會 大概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 這四個人自己都跑去查一下天氣狀況 然後再回來這個群組大家討論 然後甚至有可能發現 為什麼我們查到的資料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一個人被派去查資料 然後再回來跟大家報告 但我覺得這樣都還滿麻煩的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在聊天的過程中 就直接讓氣象機器人直接告訴你答案 就是因為Traybar可以在群組中 他是可以加入群組中的 所以當我們在群組聊天 提到氣象資訊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快的回答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有人再去查 然後同時大家也可以 全部人馬上看到結果 那我覺得這是Traybar 在氣象領域中比較有趣的部分 然後介紹一下Traybar的品牌 通常就是聊天軟體 他會給你的API 然後讓你可以做水吧 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建立一個APP 或是網站 聊天軟體的話 像是左邊就是Facebook的Messenger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問他問題 然後他就會回答 然後他甚至還有選單 可以讓你點選 然後就是照著他步驟 就可以跟他對答 那右邊的話是Line 其實Messenger跟Line其實長得還蠻像的 反正就是一問一答 然後有選單可以讓你選 那我們也可以自己建立一個網站 那建立一個網站 其實也沒什麼不同 背後的原理都一樣 只是說這個聊天的界面 就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做 如果是使用剛剛那些平台的話 因為那些平台已經幫你把聊天的界面建立好 我們就不需要做這個事情了 然後那我們要怎麼開發一個Traybar呢? 那通常可以分成三種模型 就是央板模型然後接鎖模型 就是生成式模型 央板模型就是很簡單的 我今天有一個訊息進來 那我可能說嗨 那我就直接設定說 如果對方說嗨我就回答hello 或者是對方問你說氣象局的網站是什麼 那我就告訴你氣象局的連結表現還給你 不過他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如果我的邏輯沒有建立在這個程式裡面的話 我就回答不出來 比如說我剛剛講氣象局網站 那假設我今天打氣象局網址的話 那他就沒反應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要回答什麼東西 這是他的缺點 所以就會有一個檢索模型 檢索模型就有點像是搜尋引擎的概念 我一樣是有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一樣 我已經設定好很多問與答的資料了 那比方說剛剛的氣象局網站 一樣在這邊也可以 不過他的好處是 因為他是用搜尋的方式 他不是直接去看是不是100% match 他是會看相似度 比方說我設定相似度90%以上 那我就可以選擇這個答案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氣象局網址跟氣象局網站 其實是一個非常相近的概念 那他就知道說 其實他在問一樣東西 我們就可以讓那個系統 把正確答案回傳給他 那相似度計算就是我們 再來知道固有建立 然後比如說這個例子是 告訴我客服電話 那其實服務電話是多少 以及如何聯絡客服 其實是差不多的概念 那怎麼樣達到這個效果呢 就是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類似 例如編輯距離 或者是work to vector 或者是sequence to vector 但是那些都是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這邊就不太…我就不講了 另外一種就是深層式模型 那如果當你的資料庫沒有這個答案的時候 那通常我們就是直接說 我不知道 我們的系統就沒辦法回答 但是透過各種機器學習的方法 其實我們是有辦法讓機器學習說 碰到一個位置的問題 我們有機會可以把它回答出來 那這就是深層式模型 那現在商業上的語力分析平台 Google、Microsoft、Facebook、IBM 他們的產品基本上都是用機器模型 機器學習的方法來做成的 然後一個吹罷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可以做多人式對話 在這個例子中呢 就是好像說我想要出去旅遊 那我要訂房 那藍色是使用者 然後紅色就是缺霸 使用者可能就跟缺霸說 我要訂房 那缺霸就會問說 那他還不知道地點 他就問他的地點是哪裡 然後他還跟他說台北 那他知道地點之後 他可能還想知道時間 然後使用者就告訴他下禮拜一 然後再來 其他機器人可能會問他說 欸那我要 你要幾人房 那使用者告訴他 那透過這樣反覆的對答 然後一個缺霸就可以得到他所有需要的資訊 好 那簡單介紹一下 缺霸的概念之後 就講一下 氣象機器人到底是什麼 那 氣象機器人是我平常做的小專案 那不平之一 他就是一個回答各種信項資訊的trapbox 然後他是跨平台的 他在Messenger、Line、Telegram上面都有 然後他的架構大概長得這樣 那首先我們會有一個input 就是使用者不管是在Line、Facebook或Telegram上講任何訊息 不管是在群組或是個人對話的模式 他都會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這個訊息就會我們就會收到 吹霸與這個聊天軟體、溝通平台 他們會透過webhook 就是基本上就是API的概念 就是當Messenger收到使用者打訊息的時候呢 他就會傳一個API給我們的伺服器 然後我們伺服器就知道原來有一個使用者已經傳訊息過來了 那這就是webhook的概念 那先資訊進來之後就會進入dispatcher 那dispatcher會決定說 這個訊息是從哪一個平台來的 因為我剛剛講我可以支援很多的平台 那決定是哪一個平台之後 我才能進入下一個步驟 那假設今天是LINE好了 那一個資訊 dispatcher就會把這個屬於LINE的資料呢 丟給Handler 那這個Handler就是屬於LINE的Handler 每一個平台因為它的架構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需要用不同的Handler來處理 那所以LINE的話就會丟給LINE的Handler 然後Messenger就會丟給Messenger的Handler 不過在我們這個行... 在這個專頁中呢 我是使用一個叫Bartender的 Trackbar算是Framework 那它的好處是 它已經幫你整合不同的... 不同家平台的各種API 然後它包裝成比較high-level的一層界面 那透過那個Framework的話 我們就可以... 不用擔心說不同平台造成的差異 那... 所以在這個架構中呢 Dispatcher和Handler我都是使用... 把Handler這個框架來處理 那... 資料進入Handler之後呢 我們就會必須分析說 這個訊息到底是要幹嘛 比如說使用者可能傳一個訊息說 我想知道今天天氣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呢 就必須由Handler來分析 那Handler會分析說 原來它現在想知道的是天氣資料 那Handler就會去跟Module要 Module就是我這個氣象機器人中 有各種功能都包在Module裡面 比方說查預報、查心內天氣 或是地震、颱風什麼什麼的 那不管如何Handler分析好 Handler會分析說到底是要查什麼地料 然後去找Module 那Module通常資料來源可能是API 那有一些服務是我自己寫的Service 比方說我後面會介紹的雲辯式服務 那就是再去連我自己建立的Server這樣 然後所有資料都會與Database做同步 那就是如果我們已經有了資料的話 我就不會再去做其額外步驟 就只會從Database裡面走 在這個架構中有一個部分比較特別是Section Section就是可以記錄這個使用者 他先前跟你說過什麼話 我剛剛講過就是我們缺乏中很容易有多輪式對話的情形 比方說我要定訪嗎?就是一步一步問 假設使用者沒有一次把他要的資訊通通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需要引導他一步一步去得到你想要的所有資訊 這時候就會必須透過Section來處理 Section就會記錄說他上一次 比方說他剛剛講他想要訂房 那他先把這個使用者訂房存起來了 那接下來他如果又再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把你現在 接下來想要知道比方說日期啊 你要什麼防衛去問 一一問他 那這部分就交由Section來做 那Section這個東西 其實在Bugtender裡面也幫你做好 所以我覺得Bugtender是一個蠻完整的通價 還蠻推薦大家使用的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Handler要怎麼處理我們得到的氣象問題 那大致來說 使用者會問的氣象問題大概就這樣 就是比方說今天天氣好嗎? 或是下午跟露什麼? 或是明天台北會不會下雨? 那其實我想不太到使用者還會問什麼問題 不過其實我觀察到氣象機前有一些奇怪問題 然後說去日本不穿衣服會不會冷死 這種我就不在我的處理範圍內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 以後應該可以想辦法把它處理一下 根據我剛剛提到的所有氣象問題 然後我可以 我就把它分成三類 基本上就是時間地點和氣象問題 應該沒有其他問題可以超過這三個元素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只要把使用者給我們的資訊中 找到這三個的東西就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怎麼找到這三個東西 所以首先一開始我們必須先把它分詞 就是比如說今天台北天氣如何 我們就必須把它切開來今天台北天氣如何 然後比較厲害的分詞的話 我們還可以把詞性切出來 比如說名詞、動詞 它甚至可以告訴你說這個東西是名詞的什麼? 比如說是名詞的人名或是名詞的地名 那這就是看不同分詞系統它設計的怎麼樣 那這邊介紹一下比較常用的分詞藍式庫 第一個是中研院的 但是中研院的要錢 所以一般社群團體不太會使用 但是我想商業公司可能會採用這樣 那比較有名的是結巴分詞 這是社群開發的一個分詞系統 一開始在台省但是現在各大園都有 那它應該是我覺得目前算是蠻有名的 還蠻多專家都會採用它 它分詞算是分得不錯 就是在中文處理上就是還算蠻準的 但是有個缺點是 它沒辦法給你一個很準確的詞性 就是你頂多把它切開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詞了 然後但是下一條就是百度詞法分析 它是百度的一個服務 但是它又把它開園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拿到原始碼 那百度的好處是我覺得它的 它會給你詞性 然後而且我覺得它的詞性分得還蠻準的 所以這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因為結巴是一個比較 社群比較大的開圓套件 所以你得到的資源會比較多 那百度的話就是有那個工資維護 但是它的詞性就比較好 所以就是看各種種的 那再來是時間辨識 因為在給氣象資訊的時候 我必須明確知道說 你到底是要哪個時間點 然後說到底是現在還是明天還是後天 那這時候就會需要 由時間辨識的套件來處理 那這邊介紹了兩個 一個是Chrono Chrono原本是叫Chrono Node的 是另外一個套件 那但是它是偏向英文的 然後雖然它也有中文資源 但是我覺得效能不太好 不是 是有些配置沒有處理好 所以我就把它fork過來了 所以我現在是用自己的fork版本 然後下面的是微軟的一個套件 它一樣有中文 但是我覺得微軟在辨識時間上不是很好 就是我們在講中文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時間描述 但那些微軟就沒辦法辨識出來 但是Chrono可以辨識很好 所以後來就選擇Chrono 那所謂的時間辨識就是說 假設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8月11號正午 那講這禮拜六的話就要回答說 它就會給你後面那一算時間 就是8月11號12點 那昨天晚上的話 它就會傳8月10號20點這樣 那地點的部分 我直接把台灣的村裡直接建檔了 因為台灣的村裡頂多也才8000個 所以就乾脆把8000個全部都 經緯度全部建好 那以後使用者只要是台灣的任何地點 我都可以直接馬上知道 那個經緯度是多少 那但是世界的地方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世界我只好透過Google API 那不過我還是把重點城市也建檔了 比方說東京、紐約那些 所以現在氣象機器人提供的資料 大概有這些 然後我講一下他們大概是哪裡來的 氣象觀測站呢 就是我們平常不會接觸到 但是我們平常看到的氣象資料 其實都是由觀測站做內插得出來的 或是有可能會經過一些數值模型 但是總之最原生的數據就是氣象觀測站 那我漏了題 因為我原本是念大氣系的 所以就大氣系隨身來說 我們會比較喜歡看這種原生的資料 所以氣象機器人就有提供這種最初始的資料 然後空氣的話是由環保署 環保署在每個地點會設空氣監測站 那國外天氣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我不太可能去每個國家 找他的中央氣象局一一把他的資料抓回來 所以就直接使用國外的 國外商業公司的API 那就是直接給他經緯度 我就可以知道得到天氣動畫 但一樣也是比較低階的資料這樣 那國外空氣的話是也是call API 那一樣 但是是跟國外天氣是不同家公司的 那國內預報的話是直接拉中央氣象局的 中央氣象局其實也有一個預報 只是我們通常不太會看 因為現在還蠻多 比如說SB粉專或者是新聞都會直接有報導 所以通常不會去看氣象局的預報 不過因為我沒辦法直接去維護說這個預報的資料 我沒辦法自己穩定的提供他的資料 所以就乾脆抓氣象局的 那國外的預報真的還不值得 然後再來是有各種氣象資訊圖 比方說在氣象機器人打地震 就會得到一個最近發生地震的資料圖 或者是打颱風 那颱風就會顯示現在太平洋有哪一個颱風這樣 以及還有反正還蠻多圖的就是各種氣象圖 我都幾乎都有放進去 那還沒做的是學校側站 事實上除了中央氣象局設的側站之外 還蠻多學校自己有他自己的側站 但是這些側站的資料沒有經過中央氣象局 所以必須由另外一個管道取的 但是事實上我是拿到這些資料的 所以未來我應該把它加進去 大概就是現在還蠻夯的氣象物聯網 其實到處都有大家自己建立的sensor 然後收集氣象資料 那我覺得蠻可行的應用就是 把這些資料再處理一下 然後可以跟原本側站的資料做一些運算吧 然後可能可以讓氣象資料的準度更高這樣 那另外就是衛星資料還有數值模式的資料 其實我現在也是沒有放進去的 數值模式資料就是透過物理模型去推演說 未來的天氣狀況會是長怎樣 那這是比較偏計算的部分這樣 那稍微講一下資料是什麼來的 比如說氣象局的話我們就會從這個 像是這個網頁 它就會有這個側站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從裡面繞 那一樣我也可以得到 氣象側站的位置是哪裡 然後以及它的歷史紀錄我也可以知道 再來就要介紹一下 我覺得氣象機器人跟大家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做雲電視 我想市面上應該也有蠻多checkbar在做氣象資訊 就是你問他氣象資料他就可以回答你 那氣象機器人除了資料比較多之外呢 我覺得他最特別的功能就是雲電視 雲電視就是說我今天拍一張照片 傳給氣象機器人 那他就會告訴你這是什麼雲 在大氣領域中 我們可以把天空的雲分成十種 那稍微介紹一下這十種雲 第一個是卷雲 那卷雲就是它是一個在非常高空的雲 那它的特徵就是如照片所知 就是絲狀然後可能會有勾勾 那它長條形是因為高層空氣 就是氣流比較強烈就是噴過去 所以它會拉得比較長 再來是卷雞雲 那卷雞雲就是一樣它也是高層雲 那它的特徵就是一小團一小團一小團 再來是卷層雲 卷層雲的話它一樣也是高層雲 只不過它的厚度很薄 就是薄到說其實我們往上看雖然有雲遮住 但是太陽或是月亮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層雲的話是屬於中層雲 那通常就是黑黑的黑黑一片這樣 高層雲一樣也是中層雲 那它比較沒有什麼特定規則 我們判斷它是根據它的高度 然後但是它可以說特徵的話就是它會是一團這樣 高層雲的話就是厚厚一片這樣 那雞雲雲就是俗稱的骨厚雷陣雲會看到的雲 就是從底下竄起雲然後會打雷然後會下雨這樣 層雲的話是屬於低層雲就是像我們平常看到的比較山腰旁邊的雲啊 或是進入上面的霧其實都可以屬於這種雲 層雞雲的話是屬於低層雲 那它的特徵是一樣也是厚厚一片 但是厚厚一片跟剛剛厚厚一片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高度 我們在分雲的種類的時候會根據它的 它所在高空程度來分這樣 那雞雲的話它的特徵是一小球然後它是低層雲 然後濃雞雲也是雞雲的一種就是它比較濃厚 好 快速介紹一下十種雲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判斷一下這到底是什麼雲 所以從我剛剛介紹中我們判斷雲的方式大概兩種 一個是形狀顏色然後還有亮度 另外一個就要判斷它的高度 因為我們在分雲的時候其實有蠻多成分是根據它是高空中間還是低空來分的 然後再來就是根據它的形狀 那形狀的部分形狀的亮度跟顏色其實比較好處理 就是直接透過深度學習我們就可以直接能好處理出來了 但是比方法然是高度的部分 高度就比較難處理了 因為一個如果你直接對空中拍照的話 事實上我是不知道高度的 我還沒有辦法判斷 那如果要能判斷高度是什麼 只有透過旁邊的算是參考 比如說旁邊有山或是我看得到地表 這樣我才能稍微判斷出它的高度是什麼 我才知道它是什麼雲 那我現在判斷雲的方式是直接用深度學習 直接丟給它的圈 那這樣的缺點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我沒辦法知道它的高度是什麼 所以其實在某些判斷上是蠻不準的 就是像我們剛剛看到好多種雲都是厚厚一片 但是厚厚一片差別在於說它是高空還是中空還是低空 但是這種地方這種Case我就比較沒辦法判斷 但是像是捲雲或是高機雲它是 比方說高空一小球一小球 那特徵形狀還蠻明顯的就很容易分 或是捲雲它好像是高空然後拉很長然後會很撲撞 這種也是非常明顯的特徵 就是基本上判斷率率都非常高 那在深度學習的地方我沒有用太深奧的技巧 就是簡單的圈而已 就是前面是Google Inception Version 3 然後它是一個已經刷好的圖形模型 那我們需要做的其實就是 在前面的所有Layer後面 再加一層我們自己訓練的Layer 那這一層Layer就是根據我自己收集的圖片資料 那就是我會收集各種雲種 然後他們的標準圖就是標準照片 然後丟下去給它訓練 那這樣的訓練出來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深度學習模型 那就可以做辨識了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一下Demo 那所以我現在傳一張照片 那它可能就是說 我看到你傳一張照片 那又不要幫你分析呢? 好我就回答Yes 它就告訴你這是高基準 那另外一種Catch是 我先直接下了指引說我要雲辨識 它就說那你要傳照片給我喔 然後我就再傳一張照片過去了 然後它就告訴你這是什麼雲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的圖形面試呢 只能分析雲 所以丟任何不是雲的照片 它應該會告訴你它是什麼雲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大頭貼放進去 看看你是屬於雲的哪一種 那在整個專案中比較有趣的 我覺得像是side project的話就是 我有做一個GitHub App來幫助我開發 就是我在GitHub的下指令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東西丟到測試機 在除了原本的正式服務的機器之外 我還有一個測試機 那就是專門供測試機用的 那我就會扣著吹爸跟他來幫我 好 這是我的參考資源 然後剛剛提到的一些相關report 我都有放在簡報中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好 這是我的資訊 那我有個粉專案叫微中止 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算有趣的話可以follow一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也可以email給我 然後如果大家覺得氣象機能是一個蠻有趣的專案的話 也蠻希望大家可以給個心心 謝謝大家 有 沒有問題啊 它的那個粉專就叫氣象機器了 所以你要打氣象機器了 那很好用 因為你可以真的 你真的要出去玩的時候 你要去氣象局或是查什麼資訊 太麻煩了 對啊 所以我們都在用這樣子 那你看今天不只教你種菜 而將養水菜 而將養看天氣這樣子 簡直為我們人生未來哺乳這樣子 好 待會也是氣象主播 要抱氣象給你們聽這樣子 呵呵 還有 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問一下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做這個深度辨識的部分 那有考如果就是再加當下的溫度去做變適嗎 因為溫度會不會跟它的那個陰層這樣 那有關係嗎 呃 溫度的話 除非我是去找中高層通氣的分析師 地表的溫度對上面的原因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的確我們可以拿到中高層空氣 中高層天空的氣象資料 加進去的確是可以讓這個模型可能更準 但是我現在沒有要做 因為這只是一個非常簡易的Prototype 就是跟大家說這個是一個肯行的點子 請問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就還給你們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可以上來車走